泰國與古天樂有什麼關係? 方力生與雍正有什麼關係呢? 今天網絡爛知識將會和大家說一下 假交和真心交 假交就是全交心、行交恨的人 我上網問過一個問題 如果有個吸血鬼吸血後 發現原來吸了愛知患者的血 他會不會都中愛知呢? 結果也有不少人派了一些交給我的 常見的假交病徵就包括 特意打錯字 當打錯字的情況出現很多時候 多到他就變成一個特色的用語 第一個例子就是 當用促成書入法去打中文的時候 打錯字所產生出來的 例如膠就會打成搶 蛋就變成搶 第二類就是相同發音的差別子 例如相敬如斌和斌尼套 就被賦予全身的意思 第三類就是因為自刑刺 所以打錯的 打個比喻 方力生沒有上半決 就變成萬刀甲 意思就是毛頭方力生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當年傳說 有一個中國的官 在科舉中出題為民所指 但雍正看來為止 這兩個字 就覺得是毛頭的雍正 於是就斬了官的頭 另外也有周國慎 即周國賢 而特殊的例子 就有泰國和秦國 賈膠就會特意調轉這兩個來玩 例如一個叫趙高的高登會員 打算考完公開試 就去秦國旅行 但又覺得那裏七國這麼亂 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也有人覺得 古天樂造的尋太基 好好看 好搞笑地畫 講到這裏 真心膠又是什麼呢 真心膠就是真心膠 當年關家姐拿錯獎這段影片 就顯示了關家姐真心膠的其中一面 但要隔著屏幕分一個人 究竟是真心膠還是假膠 就非常難 有些看上去就像真心膠 誰知是假膠 有些看上去是假膠 誰知是真心膠 有些看上去是真心膠 誰知都是真心膠 有時真的難分真與假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網絡的冷知識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